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希望在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那我现在我想要教YouTube常用的10个小技巧 也就是说你要是知道这10个小技巧 我相信对各位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我想上午的时候先把社群网站 可能别人会询问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全部都先教完 第一个我们先到YouTube里 你的手机里面一定有YouTube 所以不用再去下载了 如果你真的没有YouTube 你再继续做下载这件事 我的YouTube呢 已经被全部 只要是跟Google相关的App 全部都收集在这里面 点选YouTube 然后呢 它最近一直在推出premium方案 就是说使用YouTube的一个进阶方案 我都是略过适用 我连免费用一个月我都不要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就 就是选成 例如说跳过了 反正就必须要付费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请问一下 怎么样找到 孙在阳老师的教学影片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搜寻 搜寻 当然你可以搜寻 我的姓名 然后再加课程的名称 举例来说 搜寻我的 孙在阳行动装置应用 你要记得要打那个课程的名称 我真的不喜欢打什么 什么要跪下来听的教学影片 什么探围观子 我不会喜欢打那些 耸动的标题 所以请把我的姓名跟课程名称 打上去就可以了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学习 电脑基本教学好了 所以就直接输入我的名字 孙在阳 然后空一格 你看哦 之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的 主要就是大家搜寻的重点 昨天遇到一位学员 他说他想要从基础开始学 他说他连键盘打字都不太会 我说那我们先去读一个 电脑基础入门的课程 他说他不会找 我就把那个整个一部影片的一个连结 网址贴给他 例如说找这个课程 你会不会觉得在我的学生 如果说他连电脑都不太会 可是YouTube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他前面一定会有一些广告 请问他有没有可能点到这个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才会想说好吧 那我就为了我的学生 我就专门架一个纯粹去学电脑的一个网站 这是我现在我想做的事情了 我稍微把这个广告跳掉 所以往上滑 有看到吗 这才是我的电脑操作入门 大概90分钟的影片 例如说点一下它 你就可以开始来去做电脑入门的一个课程学习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的课程都是以实作应用为主 我不喜欢讲那个一个小时在那边 就是纯粹演讲性质 所以我会教例如说开机 我就找了一大堆的那个机器 因为各家的电脑主机 它长的形式都不太一样 我就教你们说 那个电源键在什么地方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教学方式吗 我希望你是要学会应用面 好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的 那真的要麻烦各位做一件事情 请多帮我按点赞好不好 真的 会不会有人说老师你太啰嗦了 那你就不要看这部影片嘛 你可以看别的啊 因为他要是会了 他就会觉得我很啰嗦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现在我要讲 十个必会的课程 必会的小技巧 第一个快转 那你我会连续讲完这十个小技巧 第一个播放我想这我想没有问题 先把声音关到最小 因为现在重点是你要听我的声音 好 呃 直向横向这我想这也没有问题了 好出来了 当然播放这没问题 那他除了播放他可以快转 快转 例如说十秒二十秒 怎么做呢 这边一条中线 在中线右边就是快转十秒 那怎么样做到这件事 点两下 就快转十秒 那点三下呢 就是快转二十秒 点很多下 他就一直快转一直快转 可以了解 那既然有快转 可以点中线左边 好 例如说点两下 那就是后退十秒 再点三下 他就后退更多的时间 可以了解 在接下来 请问那个播放的速度 如果像我讲话速度是有点偏慢的 既然有点偏慢 就会有同学会说 那能不能讲话速度稍微调快一点 当然可以 在这里 选到这个影片的右上角 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 点一下影片 然后右上角点点点 然后下面我们要看到播放速度 这个播放速度你可以切换 比如说1.25倍或1.5倍 随便 随便 好 来麻烦点 1.25倍 我觉得为了让各位听得更清楚 讲话速度变快 所以我把它变到1.5倍 再来听我的说话声音相对就会速度快多了 那在接下来除了播放速度可以调整 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有画质的一个调整 其实可以把它调整到例如说720dpi 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影片品质会更高一点 我所有做的影片都是720dpi 可是从昨天就是我已经要开始驾站之后的所有影片 我都要把它提升变成1080 也就是一个非常高解析度的影片 方便大家来去做检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相对的 我会把每一部影片再重新做过 有点像那个回顾 把以前那个数位影片再重新拿出来翻拍 但是我干脆就是一直新录新的课程进去 所以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可能变成150步了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一下 右上角除了刚刚有介绍到那个画质的修改 还有播放速度 再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分享 像我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说 老师我问了一个 就是我看到别人问了一个问题 那我就告诉他说 你可以看这部影片的什么位置 举例来说 我这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它学会分享 如何做分享呢 点这个分享 分享这里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复制连结 复制连结 然后再去所谓的一个line里面做贴上 那这边我最常做的方式就是先复制连结 然后接下来我再选择学生问我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的手机是在iPhone里了 这只手机并不是我实际在工作的手机 所以我就点选我要传送给对方的群组 所以贴上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会再写请观看从几秒处开始的影片 如果他问我是这个问题 如果说像刚刚有一位同学他问我说 老师我找不到那个Google我做好网站之后 我希望让我可以做登录 让别人看到 我就可能会跟他讲说 因为我之前的影片 那时候Google的做法没有问题 可是隔年他就改成请到我的商家注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完成登录 所以在做法上有所调整 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这样子的话 可以快速的分享影片的内容 然后让对方收到这部影片 直接点他就可以去观看了 就可以直接去观看这部影片 这个是请各位稍微知道 有这样子一个操作技巧 好这是分享 那分享我就先离开了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回到刚刚的YouTube 我想要各位喜不喜欢下载 如果你很喜欢下载的话 这边他也提供了下载 所以你就自己去下载 下载会占你的一个容量空间 不过如果说你现在你的手机内存 我相信几乎买越大越好 可以买到256G或512G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空间 毕竟手机现在的使用可能可以用非常久 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下载 那我现在为了示范的一个方便 所以我先回到上一页 我找一个比较短一点的影片进行下载 所以像这部影片的话 这部影片任势键盘 键盘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可以点这个下载 然后请注意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说下载这部影片 你也可以尽情享受YouTube影片 然后不仅 反正就是他建议你去花钱买 好 点选 点选免费使用器表示 是您同意这个条款 请参与略过免费条款 那这个影片下载下来 当然就是会放在那个相簿的位置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iPhone 对不起 他不支援这项功能 可以了解吗 所以iPhone有没有看到下载这件事 iPhone虽然也有下载 但是到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下载是不能够顺利去完成的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那我刚刚下载下来的影片 会在什么地方呢 好 当然我就要点选我的相簿 可能下载要一点时间吧 因为这件事情我做过 这可能要再研究一下下载放置的位置 好 那当然 当然如果说你进入的是一个 所谓的播放清单 你这边你选择这个下一步 它是到播放清单的下一步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进入清单 你可能在这边下一步 它就会跳到别人的影片去了 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 我用清单进去之后 01 再接下来02 再接下来03 03 03看完之后 是不是再点它去到04 所以可以这样子按照顺序的观看 可以了解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YouTube的网站上面来去观看 但是好景不长就是很多同学都反映说 老师为什么我点了就是下一步 它不会出现04到05 甚至05直接跳到可能又是01 所以其实这也都是我没办法去控制 因为我一定是按照那个播放清单的顺序 第一部影片播完播第二部 第二部播完播第三部 这只能请各位多多包涵 那请到我的网站还可以进行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我的一个最新的讯息 其实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例如说我最近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说我有一个新的课程 那我会希望说有更多的人可以去看 所以我就说好麻烦请各位 请各位到一个地方来去登录 而且是免费注册 怎么样可以知道更多讯息 那就要订阅 怎么样订阅 就是假设我没有订阅的话 假设我先取消订阅 然后这边他针对这个人下面 他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订阅 你只要点一下订阅 那订阅请注意一下 最好再把那个这个通知打开 为什么当我有新影片 或者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收到这个讯息 所以建议打开这个通知 就是他那个通知要变成 就是说有震动 这样子的话只要我有新的影片 你都会收到通知 另外我还想要跟各位分享 我建议各位学习 是按照 按照所谓的一个 因为我都是会把那个 影片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0123这样来编 所以其实你可以到这个播放清单 我这里面建立的播放清单 应该超过120套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将近2600部的影片 都放在这里面 建议各位是分门别类的学习 举例来说假设你想要提升日常工作 即office的一个使用技巧 还有office的整合 甚至你可能要学的是大数据分析 我的不公开影片你就看不到了 还有像那个如何做 SEO的网站优化 或者是以下2010有看到 最近有同学问说 那这课程在哪里 你就到播放清单 然后点它 然后请注意 请注意影片去播放的时候 它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到 第一步 第一步我放就是整个完整版 然后接下来 第一第二第三按照这种顺序 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来方便各位来做学习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播放清单 建议各位观看影片的方式 我一刚开始 一定都会跟各位讲说 我的范例 因为你要照着去做 所以你要知道范例在什么位置 范例在这里 我的范例都放在 https 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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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j 写线 YTZ RXT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不过我现在我也在做 准备要去把它全部都换到 我的一个新的一个主机 就是把所有的影片 都搬到那个地方 重新建立一个学习的环境 那以上是YouTube 你大概必须要知道 记得就是当你去看 这部影片的时候 这部影片 如果你去看到这部影片 记得要帮我按赞 在这里 还有留个话吧 有点像签到 接下来这是YouTube 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跟你分享到这里 你不必须要帮我按赞 你不必须要帮我按赞 你不必须要帮我按赞